今天是2023年4月25号星期二 那么今天解盘我必须要先讲两件事 一件好消息 一件坏消息 好了我们先讲坏消息 坏消息是今天的大盘跌了256点 为什么跌 等一下王总会告诉你 好消息是请你看看旁边 宝胜光学又涨停板 总共18个涨停 好了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真实记录解排 不跟你开玩笑了 来来来 解排前就给你看你的讯息 看清楚 SpaceX获准增设第五美国火箭发射场 第五个美国火箭发射场 看到没有 王同今天讲这个新闻是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的新闻你自己看好了 看一下 但是问题是王同要告诉你 马斯克的火箭上次发射 前两天发射不是坠落了吗 坠落了以后它还是要建发射场 为什么 这个就是主流 这个就是未来的主流 那么火箭发射场用来干什么 发射火箭啊 对不对 你还以为打蛋脂肪啊 那就是发射火箭啊 那发射火箭需要用什么 需要用到燃料 需要用到场地 还要需要很多的人工人员工程师 最重要的 你里面如果缺少了晶片 什么都不用谈 所以王同告诉你 晶片一样需求大 明天太阳照样升空 我都能一语道破告诉你啊 你去架那个支架架起来干嘛 架都好漂亮 说的很棒 都很棒 问题是你没有晶片 你怎么发射啊 你以为用火柴棒啊 你以为是充电炮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灌输你的观点 那我先告诉你啊 晶片谁提供 台湾 台湾 现在请你注意看这句话 晶片一样需求大 明天太阳照样升起来 看到没有 顺便我也帮你解盘啊 今天大盘跌得稀巴烂 明天太阳一样升起来 我讲的还不够清楚明白啊 那如果说还在讲清楚明白的话 我看你大概只有找玉皇大帝了 那剩下我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看啊 后面呢 来来来 我一直告诉你 你要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改变命运 当一个有钱有闲 才是采设人生的大富翁 对不对 这已经跟你讲了好几遍了嘛 那现在我必须跟你讲啊 你再看清楚啊 风云再起 周周数涨停 涨停板赚 南百四百分 下一档的保胜光学二 资金准备 办好路会 再赚一波行情 这个就是你的重点了嘛 大盘杀身隆隆 每个人都在怕 那我现在就必须问你这件事情 去年那年底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今年的第一季是什么 折地行情 对不对 第二季是什么 风天行情 没有错吧 我还特别跟你讲过 四月中下旬会有一波回党 一波回党不重要 不是杀盘 你不要那么害怕 当然今天稍微多了一点了 我是不是全面给你解盘解开了 今天他告诉你 回完了了 够不够啊 所以呢 一季是折地行情 大家大赚 风天行情 小心应对 就好了嘛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 你是不是一直看到 我们是获利放口袋 获利放口袋 对不对 重点就在这里嘛 然后你们很多人都当赶死队 冲啊 追掌停了 表演给你看 我有掌停板了 第二天 再见一妈死 好了 今天跟你讲 我们的88发发专案 赚钱到年底 获利极大化 服务到年底 这个就到四月底为止了 四月底为止了 四月底以后就没有了 来电 02-6630-321 你有没有王同的保护 差很多的 我简单告诉你 我先稍微再给你提醒一下好了 很多人在问保胜光学2 我现在稍微透露了一点 保胜光学2 今天只有小跌一点点 大盘跌256点 那一档我们就小跌一点点 一咪咪 好了 这就是王同选谷的功力嘛 那摆在旁边给你看了嘛 18个掌停你要去哪里找 你找给我看 像昨天呢 我在解判就还告诉你了 我们去了那个苗栗国 卓兰县的一个 这个花露村去玩 对不对啊 我有时候连名字我都记不得 好漂亮的场地 我的照片呢 给所有的我的粉丝朋友们看 大家说哇 真的场地很漂亮 场地漂亮是他们的 不是我的 场地漂亮 你不要弄我 我说是我做的 不是不是 而是我们这个行程的旅游行程 全都是有保胜光学买单 这才是重点呢 对不对 那我常讲嘛 你们出去玩 是不是一定要有钱 然后是不是要有闲 才能够当个彩色人生嘛 这看到了没有 才是彩色人生的大富翁嘛 给你看那么多遍了嘛 好了 我们来看着看啊 4月22日为止 到4月22日为止啊 2023年发出了32个大红包 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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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啊 实实在在的 有评有趣的发给你 那像今天 我再给你看一下 今天啊 恭贺各位 6517保证光学 再度涨停板 目前还未创新高 对 还没有创新高 给你看 6517 因为他稍微回一下嘛 他又回过了嘛 你看 是不是要在这里回一下 回一下 我来这座帮你解盘 特别跟你讲过 回的时间不多 因为他没有出货迹象 只有小量调节 对不对 对了吗 蹦蹦 又上去了 有本事 讲未来 就是要像王童这样讲 大家现在清楚都没有 好了 目前还未创新高 但是会创新高 看到了没 持股 虚报即可 哦 好高兴哦 我再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好了 我有一个会员 实在是很可爱 他呢 140几 145 6块 又进去抢保胜光学 因为前面有卖掉了 又把他抢回来 今天呢 又出掉了 对不对 他抢了五张 好高兴哦 好高兴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大胆敢抢 他说 老师 我听你解盘 你从来没有说过 保胜光学有出货 人家就是这样子听我的节目 人家就是这样子 有王童的保护 所以他今天 又多赚了二十几块钱的保胜光学 一张 五张 多少钱 你自己算 几天时间 就这样子而已啊 两天时间 就这样子而已 看到没有 所以我说 我常讲啊 你们要跟的人 就是要跟一个有功力的人 而不是每天跟你胡说八道 他乱讲一通的 大盘沙身隆隆 这样子 你才能看到真正掌舵者的功力 而不是每天跟你表演掌停板给你看的 那是没有用的 今天我来给你看另外一个案例 因为我把资料调出来了 去年 去年12月7号 去年12月7号 我记得我给你看过这张资料 既双瑞出海 普瑞瑞领大波段获利 小普瑞叫中沙 小瑞领叫腹底 你们都赚到手了 都赚到手了 去年12月7号的事情 看到没有 好了 你还记不记得我一个 红包手牵手 这个两个我后面再说了啊 红包手牵手就是谁 就是我们的千负精密 六八二九 给你看看 今天又创新高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好了 我今天就必须把过学资料调给你看一下啊 那调给看一下以后呢 首先我还得先讲一下我的保生光学 来来来 保生光学我顺序放错了啊 保生光学18个掌停板了 18个掌停板 看到没有啊 好 继续看下去 保生光学 那 哎呦 话不下去了 12345 12345 678 910 11123 话不下去了 实实在在的保生光学 那么现在我就必须给你看我们的千负精密了 好吧 哎呀 千负精密看一下啊 看清楚 12月1号礼拜四 12月1号礼拜四 今天80到81揭露 看到了 12月7号礼拜三 79以下加码 他这边稍微回一下 79以下加码 哦 好了嘛 这就是我们的千负精密给你看的嘛 后来千负精密上去 我们通通分两批获利出息 大家都很高兴 今天创新高楼 我今天跟你讲千负精密 跟你讲保生光学 你们现在没注意到一个情形 这两党都是军工股 大盘叠西巴烂了军工股 照涨啊 你还看不懂主流在哪里啊 那就好了 那么简单告诉你一句话 主流就是军工股 够清楚的吧 够清楚的 好了 今天我帮你讲的应该很多了 再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会员的索码时间 因为会员索码时间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听王瞳解大盘 今天王瞳顺便跟你讲一下 来你看这张 我来算了你吧 大力光 大力光 近期都有很多利空哦 大力光到今天为止 一定有止跌迹象了 虽然收盘是收低 但是一定有止跌迹象了 这是我们的古王啊 都看清楚了嘛 所以我特别拿出来 跟你比喻一下嘛 那你知道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帮你讲到这里了 再来就要开始进入到会员索码时间 那你现在还是一样的注意啊 我们的活动一样持续推出 那请你赶快跟上王瞳脚步 还是要请你看一下啊 周周鼠掌听 掌听盘赚204% 下一档的保胜光学二在哪里 在今天的索码影音里面 甚至我要告诉你 保胜光学三 我们准备要开始动作了 都是嘛 一档一档接着来嘛 一档一档接着来嘛 我这必须跟你强调一下 保胜光学还没有结束 但是保胜光学 我们已经分批获利出了 出了很多了 中间我们还玩了两趟价叉 上去出了 下来有解的 上去出了 下来有解的 就这样的 玩了两趟价叉 所以我们现在根本叫做利率不败之地 我一点都不担心 资金准备好 办好入会 四月限定优惠专案 88发发专案 赚钱到年底 获利极大化 服务到年底 来电02-6630-321 好 这个专案持续推出 赶快跟上王同脚步 5月1号以后就截止了 华冠投顾 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全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次第015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